这是1986年济南军区部队出征老山战场的镜头 早在1984年昏明军区第十一 十四军收复被越占领的老山何者阴山 同年南京军区第一军开进两山战区 拉开了两山轮战的序幕 这是济南军区以67军为主的部队 准备去换防南京军区部队 济南军区部队在轮战期间 歼敌8400多人 数量位列参战部队之首 济南军区第67军199师 第46军138师 炮兵第12师共31146人开赴南疆 在火车车厢里 各部队已经开始了防护知识的临战训练 一个加强步兵营通过空运抵达目的地 部队共3000多辆军车开进闻山集结地区 由于济南军区的士兵大多都是山东士兵 为了适应南疆的作战环境 他们立刻展开了临战训练 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越野 攀登和川林等体能训练 提高了部队的耐机耐克和耐热能力 训练个专业分队的专业能力 由于越军擅长夜间战斗 所以部队狠抓夜间的战斗能力 还有战勤保障训练也必不可少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临战训练 济南军区部队在5月30日完成接替南京军区的防务 全面接防的第二天越军就发动了代号M1的团级规模进攻 5月31日 越军310-30-982团五营兵分两路向那拉方向的140和142高地发起洋攻 我方高地守军呼唤后方炮火拦截 982团五营仅进行了数次排击冲锋后便停止攻击 随后越军982团又采用多路多梯队同时对140、156和166高地发起进攻 越军的这次进攻提前囤兵与我方紧贴 又在其后方炮火的掩护下 企图夺取我前沿方向的要地 虽然我军仓促应战 但是我军英勇无畏 多次利挫越军的冲锋 越军付出了伤亡600多人的代价 勉强占领了211高地 67军此次伤亡仅40多人 这是我军595团的战士在坚守阵地 盘长大战的596团五连战士赵友卿 腹部被敌炮弹片划开后肠子流了出来 他把肠子塞进去后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战后他被抬下阵地时已是深度昏迷 595团五连副班长陆新带领三名战士 击毙了33名敌人 当他被敌人包围时呼唤炮火向自己射击 自己拉响两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解放军粉碎了越军的M1反扑计划 要说战士最累的队伍当属军工队 军工队要把弹药和饮食通过被扛肩挑 穿过布满地雷的崎岖山路送到前线战士手中 比运送物资更危险的就是运送商员 因为要穿越密集的火线 在越南的山区常常大雨滂沱 在泥泞山路中行走会比平常慢一倍 稍有不慎就会失足滑落 军工战士每天都要扛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往返数次 为了应对敌人的长期反攻 解放军战士加紧加固各地的防御攻势 部队还在敌人炮火封锁路段设立车辆安全检查 给车辆安装垂直伪装 大大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损失 7月19日辅晓越军发起了代号M2的营级攻势 越军出动了754团和982团两个加强营兵力 对我军那拉前沿的三个高地发起多次轮番攻击 同时以部分兵力沿高地又一穿插 我军595团六连和一连依托阵地 对越军采取放进再打的方式 我597团间首分队以火力严密封锁穿插的越军 随后越军又投入881团五营六连的兵力 发动袭扰性进攻 我军及时发现越军企图并将其击退 从20日扶晓开始越军又组织多次连击兵力的进攻 我放595团在防御攻势被毁的情况下 依旧击退敌人 至此越军的M2行动计划失败 这是719战斗中的英雄维昌进 他在战斗中和四名战友驻守六号少尉 四名战友相继牺牲 他身上也九处受伤 并且左眼被弹片炸了出来 维昌进忍着剧痛把眼球塞了进去 当十几个越军逼近阵地时 他用不化机大海向我开炮 在我炮火的巧妙打击下 先后击退越军八次进攻 独自成功坚守岗位11个小时 战后他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我方17个勇士组成突击队 在9月8日凌晨向574号阵地7号高地发起攻击 他们冒着敌人三面火力的封锁 仅用16分钟就攻克了阵地并转入防御 在其他坚守分队的炮火掩护下 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 共兼敌180多人 许多躲在猫尔洞里面的越军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我军战士消灭了 越军一度认为遭到我军团集规模进攻 才丢失了这座高地 我军决定对395号高地开展一次拔点作战 侦察科长来阵地前沿进行抵禁侦察 由138师步兵414团七连组成突击队执行把点任务 9月22日夜七连突击队员负重30公斤贸易前行 花了近6个小时越过雷区才摸到了敌军堡垒前 9月23日早上6点我炮兵先以火力对敌势施压制 七连的突击队员向敌395高地发起冲锋 仅用了53分钟越军的表面阵地 就被我突击队员从5个方向占领 参与越军只能退入屯兵洞顽抗 战士们分成数个小组利用爆破筒 炸药包和喷火器逐个机会屯兵洞 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后 我军兼敌一个加强排154人 我突击队员牺牲10人 伤16人 凯旋归来的队员和战友们互相拥抱 这其中包含着浓浓的战友情 勇士们回到营地后举杯庆贺 清理战士一务时发现了两盒烟和一张纸条 这是年仅17岁的战士李庆轩留下的 纸条上写道 谢谢您来收拾我的东西 请抽烟 这是在9.23战斗中牺牲的最小战士 在庆功大会上李庆轩被追奖一等功 战士们被领导带上胜利之话 这是即将攻占的405高地 在沉务中还有一个背着水的越军 我军突击队员已经秘密潜藏在他们的脚跟底下 12月2日早上7点半我方炮火向敌阵地实施重点袭击 我597团二营四连突击队员分两队向405号高地发起冲锋 当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405号高地后 我方596团七连又突然向968高地发起强攻 12出击作战 我军成功占领了405和968高地 1986年1月28日7.199师和138师向越军两个方向发动攻击 其中595团四连突击队用4个小时攻占了425高地 歼敌40多人 412团六连和五连分别攻占了59号阵地和55号阵地 此战共歼敌400多人 我方的救护队在激战中全力抢救伤员 使得伤服率降低到了最小 这名战士就是595团四连的捕扶英雄刘龙 他在战斗中带领一个突击小组连续打掉两个敌动 并且升服越军班长一名 我军又取得了双盾攻城行动的胜利 1986年六七月间济南军区的作战任务接近尾声 8月份逐步将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任务 移交给兰州军区47军 济南军区这次轮战共击毙敌4000多人 伤敌4390人 伏敌10人 而自身付出了413人阵亡 负伤1721人的小代价 济南军区部队的老山轮战任务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这次要承词完 我没有承词完